13岁的少女嫁给了88岁的乾隆 一年后救手了活寡 她就是静妃 按照清廷规矩 先皇嫁崩后 只有生育皇子的妃嫔才能出宫由儿子抚养 没有生育皇子的 统一在皇宫内由现任皇帝养老 于是静妃只能跟着乾隆遗留下来的几位六七十岁的老妃嫔 在深宫过上了养老的生活 小小的年纪 要和一群老女人朝夕相处 互相以姐妹相称 在深宫之内一直熬到灯枯又静 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 关于88岁乾隆娶13岁少女 小伙伴们怎么看